玻尿酸是我们人工合成的 目前是最常用于我们这个人体组织填充的一种人工材料 它首先它是人工的 所以它是用于组织填充 它软组织的填充可以用在玻尿酸 但是它的填充主要是这种小范围的一些填充 它不能代替脂肪 不能代替其他的这种硬组织的填充 你比如我们涅部的凹陷 鼻根部的这种小量的 或者是鼻唇沟的填充 和我们的苹果肌的填充 磕部的填充等等 它都还是小范围的 如果范围太大 我们尽量还是不要再用 所以它的起的作用主要就是一个填充的作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